今天是 隔離的第八天 是我的早餐 今天早餐一樣是拉雅漢堡 肉鬆蛋餅 跟一杯紅茶吧 很久沒有看電視了 來看個電視 這是我隔離的 這麼多天來 第二次開電視 每一層蠻好看的 把這個黏太小的 登登 肉鬆蛋餅 今天的午餐 現在是 6點25分 我們的晚餐已經來了 在門口喔 在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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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黃瓜 高麗菜 跟 糖醋 懷果麻 再麻婆豆腐 各位晚安 今天早餐 午餐 都還沒吃 早餐是吃麥當勞 火腿蛋飽跟 檸檬紅茶 五根超級大顆的 我們來看一下午餐 先把午餐吃掉了 好 今天是燉雞肉 跟牛蚌絲 跟青菜 一來一天要午餐 昨天 今天是7月7號嘛 蝦皮有值班活動 但消息下面 買了一台新相機 下午不小心又睡著了 天啊 跟晚餐來我還沒有發現 今天晚上是吃 魚便當 天啊 有地震 今天比較早 做完其他事情 所以我不能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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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敷這個泡泡面膜 然後等一下敷臉的同時 我要洗衣服 它等一下就會起泡泡了 那我要順便洗衣服 因為在四天我就要出去了 順便把衣服洗一洗 但它跑跑已經 噗噗噗噗噗噗噗上來了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疑問就是 隔離的時候洗衣服要怎麼辦 所以我就是在自己的洗手台洗 然後像我的飯店啊 他很好他有提供這種 就是洗衣粉 然後我自己是有帶洗衣巾 我就自己在洗手台這裡吹 但我覺得台灣不太像韓國 就是可以把衣服曬在家裡面 因為我覺得還是有點太潮濕了 爆破米嘛 不知道應該不要說 它泡泡就會越來越多 好像有一點搞笑 我就先來洗衣服 今天起的比較晚因為昨天太晚睡了 所以早餐跟午餐都還沒吃 早餐呢是奶茶 這個是什麼呢 感覺是很厚的吐司耶 今天的午餐是 蒜泥白肉跟榨菜跟一些青菜 應該是排骨便當吧 感覺菜色還不錯啦 今天是第九天的晚餐啦 剛剛兩位體溫36.8 36.8 其實肚子有點餓 吃這個 我最愛的泡麵 我只用醬膀 這個泡麵真的很好吃 就是有一點點煙燻海鮮麵的感覺 你在韓國目前最喜歡的泡麵是這個 這裡好暗喔 啊 燙 而且我早上的奶茶還沒喝完耶 筷子 大家早安 今天是隔離的南雙 第十一天 耶 等一下要跟一個公司線上會議 然後現在是早上的10點多 然後等一下開會不知道會開多久 就是開完會再吃早餐 然後現在距離隔離的話就剩下3天左右的時間 耶 終於要出去了 好感動啊 耶 我開會開完了 好啦 我要來吃我的早餐了 我真的是太餓了 今天的是蛋餅耶 嗨 大家現在是晚上的6點半 然後呢 我的負責人他今天有傳訊息來跟我說 因為我是6月27號入境台灣的嘛 所以就是必須在檢疫期滿前的第12天要追加一次PCR的檢測 所以我明天要去做PCR的檢測 衛生局他會派計程車來我的防疫旅館這邊接我 計程車來他就會聯繫我 我再下去就可以了 嗯 負責人說因為最近採檢的人非常多 所以不確定可以排到早上中午或是晚上 所以今天晚餐又是正方形的 我真的是 這輩子第一次吃過這麼多的便當 圓形的跟正方形的 今天的都是 一點點菜囉 菜 那我就先來吃飯囉 嗨 大家早安 今天是隔離的第12天 今天衛生局有安排我要去做核酸檢測 所以 我再等他的通知 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要通知也沒有跟我說 就是 早上 中午 晚上都有可能 所以意思是說 一整天都要待機這樣 計程車司機來了 所以我現在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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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歡 不喜歡 被戳鼻症 出發 我現在在排隊的 這個 掛好 好多人喔 好熱喔 好 我回來了 終於 這趟廚具大概花了快兩個小時 因為我是公費採檢嘛 所以 去那個醫院 然後那個醫院是說 自費的要先採檢 然後公費的就是穿插這樣子 所以我等超級久的 最最最 讓我驚奇的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就是 我的防疫計程車的司機是 全台灣第一個 防疫計程車的那一位 大哥 我在排隊在採檢的時候 他一直陪我聊天啊 就是解悶這樣子 然後去那邊因為要等 然後 就有很多 就是一樣是從海外回來要採檢的嘛 然後就有一些從 加拿大 東晚啊 上海 來的朋友 我們就是 有互相聊天一下 然後 我剛回到 防疫旅館的時候 也 剛好碰到 跟我在同一個地方採檢的 一個 朋友 然後他是去東晚 出差 然後回來 然後跟我在同一個飯店隔離這樣 很酷欸 喔對了 然後記得提醒大家就是 期滿採檢的人 要記得帶 健保卡喔 因為像我一樣就是如果沒有健保卡的話 就是要 在自己付費 四百多塊錢 然後會痛嗎 嗯 我覺得這一次採檢的話 好像沒那麼痛欸 可能是因為之前在韓國採過了 然後 我覺得 台灣就是 他採點就是採鼻子而已 他沒有採我的嘴巴 所以我覺得沒那麼痛 他拿進來了 但是 有點樹下 然後剛剛我的管家跟我說 他要招待我一個水果 所以我現在要學這個 太棒了 哇 哇 哇 好讚喔 耶 雖然是飯吃不下 但是 可以吃個水果 所以 倒數第二天 的餐 是便當 一個很大塊的排骨便當 早安 今天是 第13天 今天又是吃拉雅漢堡啦 然後配一個小杯的飲料 然後這個應該是 吐司 呀 今天又是吃便當了 哇 糖醋 禮姬 那我現在就是要趕快吃 因為我剛剛在剪影片 這個影片是 我去做PCR的影片 嗨大家 現在是晚上的九點半 所以我現在打算來看影片 可以拿走 幫你玩 所以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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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早安 今天是隔離的最後一天啦 耶 啊 因為我本來是 今天的 凌晨過了十二點 就可以退房了 不過就是 我覺得 晚上比較不方便一點 所以我選擇就是 隔日的 早上九點 退房 這樣子 那今天的話 就是必須把我家裡的 所有行李 全部收一收 然後明天一早起床 就是辦理 退房的動作 我先來吃早餐 今天的早餐是 麥當勞 豬肉滿福寶椒蛋 跟爽健美茶 等一下吃飽飯 就是 來收拾行李 這樣子 最後一天的午餐 依然是八方雲集 哇 今天比較焦一點 今天是 一樣就是 原味的煎早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隔離的 最後一天 雖然很無聊啊 影片應該也都是 一直在吃啊 明天開始我就自由了 也不是自由 但是還要自主管理七天 所以這七天應該也是不會亂跑 有讀者私訊我 就是說 可不可以 拍一個就是 入京韓國的 過程嗎 可不可以拍給他們看 這樣子 如果允許的話 我 我拍沒有問題 回到韓國家 然後也是要進行兩週的隔離 然後再跟你們更新 但是 不確定就是 去韓國兩週 我可不可以 就是像 天天進入這樣子 來跟你們比較一下 台灣跟 韓國兩邊隔離 有什麼大不同 那今天謝謝你們 看我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大家好 今天是退房 我要退房了 掰掰